本酒店是五星级无烟酒店禁止吸烟 请您配合 Thank you sir Sorry sir Thank you 哎呀 烟怎么抽出一股薄克味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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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余总 啊 啊 啊 我在你们酒店大堂呢 啊怎么呢 啊 改咖啡厅见面了 啊 怎么找您 啊 找北 北 找北 啊 看见了看见了 大玻璃球的 嗯 哎呀 你十分钟之后到啊 那我马上我就过去 啊 哎呀不用点 点什么点呢 点为拿铁得了啊 香草味的超大北 半袋奶半袋糖 嗯 没啥要求 嗯 要热的啊 啊 好嘞 你去买买糖 四儿 您打完电话了啊 啊 哎 跟您说个事 哎 四儿 有个事必须跟您说清楚 有什么事你回来再说 四儿 您不能出去 咋的 外头有危险吗 哎 不是四儿 有个事必须跟您说清楚 不是你 你知道我是谁不啊 啊 我就是你们余总的贵宾 啊 来着就是找到藤买卖来了啊 啊 所以说呢 你别再耽误我时间了 我咖啡我都凉了 四儿 咖啡凉了可以热 我知道您是我们余总的贵宾 按理来说您是我们的上帝 哎呀 您给上帝打电话 哦不是 刚才上帝给您打电话 哦不是 不是你到底想说什么 四儿 我想说事情是这样的 刚才呀您在大厅里抽烟 然后我跟你说 四儿 请您配合 您还记得吧 然后呢你置之不管 然后你继续抽烟 我就在后面啊 帮着去处理这个烟雾对吧 您还记得吧 嗯 这个时候呢您电话响了 然后这个接电话同时 你这烟就掉在地上 你的脚就从我的手上踏过 这时候你去门口找北 又在大玻璃球里面 点了一个超大香草 加了半袋糖半袋奶的 又拿起 四儿 您听明白了吗 啊我明白 这些事都是我干的呀 不是那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四儿 我想说此时此刻我很疼 你啥 我很疼 你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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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你的吧你疼 你疼你拦我干什么玩意啊 再说我咋听你了 你就疼啊 哪疼啊 四儿您别乱看 我是手疼 你手咋的了 我的手被您的脚踩到了 不能够啊 我这完全没有感觉呀 啊 再说你刚才误圈圈说半天 你压根没踩这个字啊 四儿 我是稍作了一下形容 说的是掠过 掠过 掠 掠过 掠 我看掠啥样 咱就上点了会不会呀 我眼睛 脱了 你全脱 你翻过去 你翻过去 这疼啊 这不是这疼啊 那哪疼啊 是这疼啊 你这起个泡 别吓声 不对 不对 不对老妹啊 不对 这猛着了捋一捋啊 好比这就是刚才啊 啊 烟头掉这儿了 那你是怎么剪的呢 你是这么剪的呢 还是这么用手往起夹的呢 四儿 我当然是这么剪的 那你这么剪的 我掠过你的时候 那你应该是手背疼了 那你咋手指都红了呢 啊四儿 他没熄灭 然后我这一剪 您这一掠过 嘶 烫着了 啊 那就不是踩的了呗 对 你看看 怪我吗 死死的 烫的 四儿 既然我们余总有您这样的朋友 我也无话可说 是我打扰您的宝贵时间了 祝您万事如意 我站 不是怎么的 我看你的表情是不怎么快乐呀 四儿 我很快乐 你摇头了 四儿 我没摇头 你摇了 我没摇 你摇了 摇的而且是那么的无可奈何 摇的是那么的对牛弹琴 咋的 我差事吧 我素质差吧 四儿 我们余总还在等您 您快忙去吧 你不用等不等 我现在还有点时间 我告诉你 我这个人最烦别人跟我叼瞧脸子 四儿 既然您这么说 我还真就觉得您在这件事上 素质 偏低 而且还相当的 差事 差的什么事啊 嗯 是我素质低的事啊 还是你吹醒眼的事啊 你 首先 你作为一个保洁 你一点常识都没有吗 那烟头掉地下 你就直接割手啊 我 那这样烟头 龙共分六步 一 他时间看看有没有烟头 二呢 把脚踩上去 三呢 碾一下子 四 检查有没有生命迹象 五十捡烟头 六 马辉 这叫捡烟头 四儿 四儿 剪个烟头 还这么多事啊 废话 能烧掉饼干还剩好几步呢 又扭又站了 不是 你说说你们现在五星级酒店的服务员 剪烟头 都流行直接拿手嫩灭呗 啊 你这小姑娘啊 用句难听点话说呀 嘿嘿嘿 有点虎 四儿 您说您要不抽烟 不就没有这么多事吗 那你拦我呀 我拦您了 你抢烟头 你夺火机 你拨通领班电话机 堵住大门不让走 大嘴巴巴 大屌皮 你得撤 关键是你没拦住 诶 诶 余总 啊 没什么 我这边遇到个宝洁 嗯 有点一根筋 嗯 嗯 啊 你问他怎么样了 我看看 有点不怎么快乐 嗯 啊 没什么事 就因为一个烟头 嗯 啊 我这边马上就过去了 啊 好嘞 记得咖啡热一下 哈哈 唉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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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神气了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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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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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啊 我跟余总的关系呢 大买卖买卖大 你们酒店呢 要是没有我的注资 那就快黄了 对不对 那这么大的买卖了 因为咱俩就点事 算不上 是不是 这么点啊 这是搁一点意思 这时候就拉倒就完了 先生 您这一百块钱是什么意思 明白 五星级就得武装 妈的啊 回去呢 买个真皮手套 吃两块奥利奥 再喷点云南白药 搞一搞 笑 你快乐 快乐起来 我见到你们余总呢 我拿钱我都不喝了 我给你美颜半个小时 你往上提一提 提个领班啥的 不比啥都强 先生我知道您的好意 他问题不是钱的事 你看看 我就说不是钱的事 是 是不是钱的事 先生 像您这种情况 我真的想给你汇报上去 您还得带着有关证件 去前台办理罚款义务呢 其实这个事很简 不是不是不是 罚款 交多少钱呢 五百到两千元不等 他其实 多人 五百到两千元不等 不给面 先生 这是我们的制度 他就不是钱的事 好 今天呢 我就挑战一下你们的制度 人家七星级酒店 比你们多了 先生不 人家那规模 人家那大唐 人家那容纳人数 那都让西烟 你再找一个 比那容纳人数 还多的 比他规模 还高的 还不让抽烟的地方 我看有没有 水利方 鸟巢 故宫博物院 还干 讹人 四儿 不是我讹您 是我们酒店讹您 不 他就不是钱的事 四儿 他这 姐妹啊 玩得有点low了吧 啊 你看人家正经碰词的 比你高端多了 你知不知道啊 那看准飞驰的汽车 咔嚓 就往这一趴 你知到这一趴 得需要多大的勇气 跟多大的魄力吗 你再看看你 拿个小炮 嗯啊的 还要讹我 我看你这是年底了 缺钱了吧 四儿 我不是缺钱 我是觉得您这人 看起来挺好的 我就想让你跟我 回你家呗 咋的我人还得给你呗 老妹我有家 四儿 我没一家 你找的老好了 我也不差 虽然说我这两天有点烦的 但你下手也太晚了 四儿 又绕犬子又晚了 我就想让你跟我 不可能 道个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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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